圣诞节有一首很著名的歌 叫做《尊主众》 《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出于《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节到第56节 玛丽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他顾念他史类的卑微 从今以后,万代要清我有福 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 他的名为声,他怜悯敬畏他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他用傍秘施展大能 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 他叫有权柄的失畏,叫谦卑的声高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附足的空手回去 他辅在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为要纪念阿伯拉罕和他的寇聚 思念敏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尊主众就是尊主为大博 马尼亚虽然在这首诗里说到 别人都要说我是有福 但他不是用来赞自己的 他是称众上帝 称众上帝的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的赞美的言语里面是很空洞的 但马尼亚的赞美 确实是值得我们反复思想的 就是他说他用荒秘施展大能 使那些狂傲的人 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 他叫有权柄的失畏 叫悲战的声高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 叫附足的空手回去 就是为那些卑微的无权无势 被人欺压的什么都没有的人 这就是一个喜顺 像马尼亚出生于贫寒的女池一样 他知道这个恩典的福气 如果成为这个圣座的恩典 这个恩典上帝要临到这个世间 是要成就这件事情 是跟他最卑微的人在一起 是令到他们去升高 而他的专主众 他要专主为大 就是高举神在他生命当中 就是要愿意来成就神的一个作为 而神成就这个作为 就是他是最高的至高者 他来到人在贫寒当中 他是附足成为贫穷的 令到那些贫穷的人成为附足 去拯救救败那些可怜的 软弱的 无能的 卑微的人 这个就是圣诞节的最大的信息